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 很多的真相被掩盖 导致一些人误解诋毁川普总统 随着拜登上台 真相被不断的释出 川普总统在染疫中共病毒以后 为什么会神速康复呢 原来是又便宜又有效的 枪绿魁起到了作用 这个稍后我们会讲到 上期视频中小小的揭露了一下 那个谁谁谁的他的就职典礼 很多悲观的朋友就留言 大概意思就是 生米煮成熟饭了 木已成舟了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没有用呢 正义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声张的 邪恶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揭露的 之前我在节目中说过 反对川普的他不是坏就是傻 很多人也不是真的支持那个什么灯 这些傻白甜是因为媒体的宣传 被下流媒体欺骗上当了 才反对川普的 所以就需要向这些人讲述真相 如果是树倒胡存散 那和内心有什么区别呢 知识正义很多时候是孤独的 但是正因为我们耐得住孤独 在不被对方理解的时候 还能坚守做人的良知 那么日久见人心 那些傻白甜呢 在遭受社会主义铁拳以后 幡然醒悟的时候 看到坚守正义的人们 一定会迅速的投入正义的怀抱 但是对于那些骨子里坏透的人呢 就随他们去吧 好心拦不住作死的鬼 邪恶势力现在呢 不管你对不对 就是看你服不服 美国呀 还是有很多有骨气的人的 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保罗 在接受ABC采访时被激怒了 ABC主持人斯蒂芬诺普罗斯 直接问保罗是否要接受 这次选举没有被窃取这个事实 看到下流媒体这个德性啊 也真的是罪了 完全网顾事实 直接就问你接不接受 这不就是问你服不服吗 联邦参议员保罗呀 这个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客气的 列举了一些记录在案的这些选举 违规的这些例子 包括有人两次投票啊 接触死人票啊 和非法外国人的这个选票啊 等等等等这些 然而呢 斯蒂芬诺普罗斯 完全没有理会保罗举的例子 再次要保罗承认 这次选举没有被窃取 还说川普和他的支持者 在这个问题上大肆撒谎 这下参议员保罗彻底愤怒了 直接打断了主持人 愤怒的说 像您这样的自由派人士 如果犯了一个错误 您会立即说这一切都是撒谎 而不是说这一切都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保罗还说 如果他从前说他认为 存在比武选大的问题 这个比武选大咱们倒着读啊 那斯蒂芬诺普罗斯 作为媒体人 一定会去采访那些 认为没有舞弊行为的人 但是现在你将自己摄入其中 并直接一个绝对的判断 说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 您说没有舞弊行为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所有舞弊行为都已经得到调查 保罗进一步举例说 在威斯康星州 成千上万的缺席选票上 只有名字 没有地址 在从前那些选票 都是要被扔掉的 这次不是 他们找到借口说 这场流行病 让人们忘记了住址是什么 所以他们事后修改了法律 但这么做是错的 是违反宪法的 在有些州 法律是由州务卿 而不是州立法机构修改 我认为这些显然是违宪的 而且我认为 人们仍有机会 将其上诉到最高法院 保罗表示 他计划在接下来的两年中 花时间去各个州 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他不会被媒体中的 自由主义者所吓倒 他认为 美国应作为一个自由国家 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 人们应对选举的公正性 和选民欺诈行为持开放的态度 应对此进行辩论和调查 如果我们希望增加美国人 对选举的信心 会有75%的共和党人 同意我的观点 我们确实需要正式选举的公正性 这个现在拜登政府 看起来虽然是表面是风平浪静 用无耻的媒体压制住真实的生意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 YouTube的白宫网站这个频道 每个视频点踩的是点赞的5倍以上 号称史上最多8000万选民的总统 为什么没有人就多来点几个赞呢 点赞要比投票容易太多了吧 这些下流媒体 这些人他不是脑子坏了 他们根本就不配做人 今天又爆出了另外一个阴谋 西蒙金医生是教导使用枪绿葵 治疗中共病毒患者的医生之一 在一场演讲中他揭露 他使用枪绿葵加心 让他的病人在48小时之内治愈 但是他的行政主管需要开除他 他说我是医生 给病人开药治愈他们 是我的基本职责 你为什么要开除我 最后这个行政主管告诉他 因为西海岸的一家大的保险公司 不希望医生开这种药 治愈病人 枪绿葵非常便宜 安全性又高 保险公司没有油水可赚 这才是世界的真实状态 腐败已经不仅渗透到了 控制了美国的政府 也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公司 今天关于枪绿葵的另外一个新闻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法新社柏林24日店 德国卫生部长史巴恩今天表示 德国将成为第一个使用 实验性抗体疗法的欧洲联盟国家 这种方法治愈了去年10月确诊的 美国前总统川普 史巴恩说 所谓的单株抗体GV9疗法 未来一周将在大学医院开始使用 他表示 德国是欧盟第一个使用这种疗法 对抗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国家 史巴恩没有透露供应这些药物的制造商 但证实这和去年10月 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染疫时服用的药物一样 他说 他们的作用就是像被动被接种疫苗 早期使用这些抗体 可以帮助高风险的患者 避免病情更加恶化 川普去年因确诊而短暂住院 在获得监管机关准雨紧急使用前 他就接受美国雷杰纳龙药厂研发的 REGN-COVID-2抗体疗法 川普后来说 这种药的疗效非常好 还在无脑反对川普的人 你们要认识到一个问题 现在所谓的主流媒体的报道 能有多少新闻是真实的呢 目前改变出来的共和党议员是越来越多 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一 国会民主党对川普提起了二次弹劾 这是对共和党人的又一次考验 是他们的良心和灵魂的拷问 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 怀文明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利兹切尼支持弹劾川普之后 如今面临党内同僚的清算 向来力挺川普的共和党佛州 这个联邦众议员盖子表示 28日将在淮州下沿市举办 发动罢免切尼的大型活动 身为众议院共和党团第三号人物的切尼 本月稍早投票支持弹劾川普以后 引来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抨击 弹劾案在众议院通过后 今天正式向参议院提交弹劾文件 众议院是简单粗暴的少数服务多数 在参议院则必须说服 至少17名共和党参议员 他们要与民主党全体参议员一起投票 才能给川普定罪 定罪需要参议院获得绝对多数投票 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现任总统被定罪 现在盛传一些阴谋论 有朋友也给我发了私信 说现在台上的拜登政府都是假的 川普还在控制着大局 我个人也支持川普 知识正义这个态度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我也希望那些阴谋论都能成真 让善良的人少承受一些痛苦与打击 但是我不想靠打鸡血和惊悚的言论 来维持我这个频道的流量 那样的话就不配得传媒的名字了 做事先做人 不管我的频道做的怎么样 我个人能力与学识怎么样 首先得让大家知道 盖瑞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然后才是一个YouTuber自媒体人 我播报的新闻可能会有不蠢的时候 但是呢 我会尽量选择可靠的新闻来源 过去啊 这个主流媒体还有一些可信度 现在这个主流变成下流以后呢 说句老实话 这个新闻来源呢 很难把握 就算那些传闻是真的 在梦想成真以前 我还是会脚踏实地 踏踏实实的做好新闻的搜集整理 当然了 在私下里啊 这个或者德传媒的群组里面 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开的讨论 各种未来的可能性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公开说出来的话 就必须得是有评有据 有思考有逻辑 请大家加入我的Telegram群组 还有SafeChat平台 德传媒的频道 在书面栏和置顶留言中 都可以找到链接 好 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川普团队啊 已经发出正式声明 宣布在佛罗里达州 棕榈滩县 成立正式的前总统办公室 微日后的公开露面 和言论发布搭建了平台 根据该机构的一份声明 川普将继续利用该办公室 推动他的美国优先议程 看到这个前总统办公室 大家作何感想呢 希望呢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川普这个拜登政府呢 在作死的速度啊 我们也都看到了 我个人觉得呢 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醒过来 醒悟的人越多呢 这个苦难结束的就越早 回到我们之前的话题 弹劾川普总统 这个阴谋能得逞吗 根据英文大权时报的统计 现在有29名共和党参议员 反对举行弹劾川普的审判 他们认为啊 对前总统进行定罪审判 是违反宪法的 而且是浪费时间 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表示 他们将以煽动叛乱的罪名 投票给川普定罪 指他这个前总统啊 煽动暴民1月6日 袭击国会大厦 犯有严重的罪行与不检点行为 但实验线显示啊 在国会大厦暴力事件开始时 川普尚未开始讲话 川普也为自己的讲话辩护 称讲话内容完全适当 这个我们也都看到了 大家也都知道 那个讲话内容就是重复 他过去的一些受委屈的事实 而且啊 事后已经证明了 有那个什么法的组织参与其中 掺沙子陷害川普的支持者 对于这件事情啊 前面讲的已经很多了 不需要再赘述 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说要给人机会陷害自己 让那么多的人潇洒走一回 斗志昂扬的来了 然后听完重复无数遍的唠叨 然后被陷害 再然后你们回家去吧 即使我再怎么支持川普啊 对这个事情也无法理解 这件事情啊 也直接导致后续的弹劾案 跟魔鬼讲道理 讲法律 他们听得懂吗 只有实力是他们听得懂的 但是呢 这也可能是天意 现在啊 命运又掌握在别人手中了 好在呢 天要让其灭亡 逼天使其疯狂 这个拜登政府啊 一系列的魔幻政策 可以让某些举期不定的共和党人 做出正确的选择 让弹劾无法通过 好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